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有很多的老板他们会解雇员工 然后很多老板因为解雇了员工 最后的话会被告非法解雇 那非法解雇是什么呢 因为亚洲人想的非法解雇 跟我们在美国的律师想到非法解雇是两码事情 包含非华人 有蛮多非华人不太了解非法解雇的法律 所以这法律是什么呢 非法解雇有分成两种 第一种就是你不合法解雇别人 第二种就是一个人没有办法维持在他的工作职位 因为你对他有不合法的行为 那非法解雇呢 有第一种很容易 如果有一个政府的类别有保护那个人 然后你解雇他的原因是因为是这样子 那当然这非法解雇 像你解雇他因为他同性恋 你解雇他因为是女生 你解雇他怀孕 这个的话几乎这个不是一个什么困难的道理 可是第二种的非法解雇 我要让每一个华人知道你很容易犯错 这个就是一个雇员 他投诉给你还是投诉给政府部门啊等等的 他有一个错误的逻辑 可是他还是投诉 然后你解雇他因为是为了那个原因 所以我讲一个例子 有很多的雇主会打电话给我说员工讲说跨年 新年圣诞节如果工作的话就要拿到超时 这个是一个还蛮 这个很多的雇主他们不知道 这个不需要付超时 很多的雇员就投诉 有的雇员他们会讲说你每一年要给我两个礼拜的休假的日期 这个也是一个很合理的想法 可是这都错误 如果雇主是因为雇员这样子讲 然后你解雇他 还有你有报复他 这个是一个不合法的行为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要跟每一个雇主讲说 虽然加州这个疫情的过程 有很多的还蛮严厉的法律 你不要最后的话一个很简单的疏忽 这个瑕疵变成一个官司 因为我们的律师楼的话 大家也知道 我本人我是代表蛮多雇主的 那这个劳工商业跟地层是我们做的 是我本人做的 当然别的律师他没有做别的案子 可是呢 在这个过程的话 我们看到了很多的雇主 他们已经很气愤了 已经在亏钱了 政府的补助 这个弥补没有拿来 然后突然有一个员工跟您讲 今天的话 每一个人要打疫苗 如果不打疫苗的话 这是一个不合法的行为 政府有这个法律 可是他没有包含公司 私人的公司 然后你这样子觉得说 这个运工不好 所以你解雇他 所以这个非法解雇的话是很广 不是一般人知道的 非法解雇的这个逻辑是什么 所以你一定要确认在你解雇一个人的时候 特别在这个疫情的过程 我会建议 别的案子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不要找律师 可是我觉得解雇这个员工的话 你一定要找律师 这很重要 提个问题 就是如果万一形成了 就是造成了这种非法解雇 这个后果会很严重吗 要赔很多钱吗 所以是从解雇 到判决书的那一天 你要付钱 还有员工合理的 会在你那里工作多久 你也要付这个钱 所以呢 所以今天的话 如果员工会在你那里 工作了多五年 你也要付那个钱 还有心理损失 你要付 很多的华人喜欢找我 说我有一个商业纠纷 我要心理损失 No No 加州拿到心理损失的话 是很不容易 我车祸 我要拿到心理损失 Very difficult 所以心理损失在劳工案子里面 是很正常 然后你有恶意的意图 去解雇的话 那就会有罚款 可能本来是一个 20万的官司 变到当然是50 60万 还有你要付对方的律师费用 在美国的话 如果是劳工的案子 劳工告你 这雇员告你 你要付他的律师费用 如果你赢了 他不需要付你的律师费用 你要重新再告第二次 然后你要证明 雇员有恶意的意图 包含 包含没有一个合理的律师 会去拿这个案子 所以是十分困难 拿律师费用回来 从一个劳工的案子 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官司 很多的人觉得 加州怎么那么不好 有这个法律 说这个律师费用 如果今天 一个雇员没有办法 拿他的律师费用回来 他没有一个律师 会拿他的案子 为什么一个律师 会拿一个两三万四万块的案子 是为了这个律师费用 每一分钟他花在这个 这个案子里面 他就可以拿钱回来 所以这个的话 是一个蛮 严肃严厉的事情 可是这个要让每一个雇主 包含雇员 知道说这法律是什么 就是合法解雇的话 还有什么理由可以合法解雇 没有啊 百分之九十九 百分之九十九 你想解雇一个员工是合法的 可是这个是我建议 雇主很多次的话 他们没有读过的文件 虽然文件不是一个法律规定 可是如果有被起诉的话 一个人会问说 你为什么解雇这个员工 所以今天的话 我讲一个 所以紫色 我很喜欢紫色的衣服啊领带 如果一个雇主 他今天解雇我 为了一个紫色的领带 这是合法的 无法理解的原因 都是合法的 可是如果你先解雇一个员工 因为今天的话 他是同性恋 那这个是不合法 那问题是什么呢 为什么 我经常会跟雇主讲说 你要足够的文件 你要足够的文件 文件是最重要 是因为今天的话 如果我投诉我的雇主 我说是因为我是同性恋 不是因为你不喜欢紫色的领带 可是雇主没有做一个调查 去解雇这个员工的时候 当然陪审团陪审员 90%他们都是雇员 他们不是雇主 所以一般的雇员会觉得说 雇主要解雇别人的时候 要有文件去解释 雇主的逻辑是什么 这个我觉得我们花样很缺 我经常我经常的话 我一定要我的客户 要跟他们讲 你一定要把它写下来 你一定要写下来 今天如果再讲一个例子 雇主经常会讲说 这个员工是世界上最烂的 经常迟到 经常骂别人 我都一直跟他讲说 他不能这样子做了 那我会问说 你有文件可以去证明这件事情吗 雇主会讲说当然没有啊 我是一个很好的老板 我不要撕破脸 我要对这个雇员很好 我要有官司的时候 要怎么样去解释这件事情呢 对 所以呢 因为这样子的话 你一定要足够的文件 今天再讲一个例子 如果一个雇员 他有投诉 然后你说 对啊 我有去查他的投诉啊 我最后的结果 我没有看到说确实是有歧视啊 这个律师一般就会问说 那你的调查 你有证明下来吗 雇主讲说 我当然没有证明下来啊 是不是 我是雇主 你要相信我 可是问题不是说 律师不相信客户 我一般我是跟客户讲说 嘴巴 什么人都可以讲 书面上是最重要 书面上是最重要 所以你一定要去做一个证明 你一定要考虑说 今天如果这个事情 是在一个陪审团的面前 他们不知道说三年前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唯一相信的是什么 相信你嘴巴吗 相信你的心吗 还是相信你的文件 在三年前写的时候 所以这很重要 right 那很多雇主还会讲说 那我今天我有写了这个文件 我雇员不愿意签啊 他很戏啊 我还是会讲说 没关系 你可以写来上面说雇员不愿意签 这个比没有文件还好 太多的雇主 他们因为不是律师 打官司的话 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right 就像说如果今天 你要呃 今天虽然我小的时候做餐厅 可是你要我去开一个餐厅 我没有办法去开一个餐厅 我可能是最世界上最好的律师 来 我可能在家里炒菜是最好的 你要我做餐厅是没有办法 所以你经常 你听到律师不同的讲座 你要想说 为什么律师会讲那么多的话 是因为我们今天 我才教导你话 官司的世界 跟做贸易公司不一样 亚马逊生意不一样 那一般的商业协议不一样 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来 那我最后呢 我要跟大家讲 家座的话 有一万多个法律可以违反 确实很困难 好 当一个雇主很困难 当然赚钱赚的最多 可是也是最困难 可是如果你用这个逻辑 在你脑海里面 你会避免很多官司 最理想的雇主会做什么 最理想的雇主会做什么 如果你用这个标准 虽然你不懂法律 你会避免很多的官司 所以如果今天的话 一个员工来投诉 他说李先生骚扰我了 你会不会把李先生 骚扰者 还有这个30岁的这个女生 放在一个房间里面 说李先生 李先生过来 过来 人家说你骚扰他 是不是 最理想的雇主 会不会这样子做 不会 最理想的雇主 会不会跟这个陈女士 讲说陈女士 没关系 今天的话 我们有没有办法说 我们可以换班 好 这个李先生的话 做早上 你做下午 你就不用看到他 最理想的雇主 会不会这样子做 probably 最理想的雇主 会不会做一个调查 yes 最理想的雇主 会不会把调查的情况 写下来 会 最理想的雇主 会不会最后把结果 写出来的时候 叫李先生 去上一个培训的课 好 虽然最后的结果 可能不是 找不到证据 会不会把全部 这个报给陈女士 要陈女士 签下来说 他了解这个调查 他了解这个过程 最理想的雇主 会不会这样 会会会会 所以虽然你不知道 法律的话 我可以讲说 如果你用最理想的雇主 做事的话 你会避免很多的官司 请不吝ключ 请不吝啥